手臂的一個站位 對打者瞭解的一個習近 的確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左打右打 每位的選手 這外野內野的站位都是有學問的 而且你以手臂站位來講 有時候你多靠左邊 或是多靠右邊一步兩步 原則上若是球 打到你原本所預測的一個方向的話呢 原則上對你的判斷 就會非常有幫助 這球朱彥晴打到的是右外野方向的飛球 有時候追過去 這球出去了 看起來好像有機會來接啊 不過今天真的是幸福這邊的球啊 風勢相當的大 結果這球吹出去了 朱彥晴開炮 小豬剛剛在跑壘的時候 舌頭也一伸啊 這球怎麼飛出去了 也有點驚訝 像今天其實我們鏡頭也一直帶到 今天新竹球場的風勢的確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剛剛一打出去 感到這顆球 右外野手應該有一些機會 但是我們看到 郭劍在退的方向 感到怎麼越追越遠 就會形成一隻拳雷打 是 小豬朱彥晴 在那邊 也做事了這個吹吹吹 這隊友耶 也在那邊開到玩笑 這球是被吹出去的 沒錯 其實中島會是從這樣 其實也滿幽默的 一看到朱彥晴就一直說 這是風吹的 風吹的 那這是朱彥晴 個人本季第一發的拳雷打 其實我們從畫面 重播這個進了一點 就可以看不到 這個也是比較 打到球的一個下半步 但因為打得高 我受到風